小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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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小余 今天有时间了 然后这两天的风很大 我没有出海 我今天带大家在渔村里面转一转 村里面呢很多人都是出海的渔民 很多人家里面自己现在的天气比较好 不赛了很多渔战 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看这个就是阿婆自己家里面晒的那个娃头 给大家看 这个海曼大不大 很大对不对 这海曼鱼 很不错 很新鲜 还没有晒的 这个还没有晒的很干 还晒两天就干了 大家看这个全部都是小海曼 这个有种固有样 所以它都是把它分开晒的 这个又是红山鱼 这个小的红山鱼 我们一般把它叫做三仔 这个是墨鱼干 新鲜 小鱼的墨鱼干也是差不多 但是范围比它大那么一点点 这个应该是母油了 这个小的 你看 这个也是油鱼 这个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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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它的颜色特别好看 我再带大家去前面看一下 这个小鱼 这也是村里的阿姨家里面自己打捞的螃蟹 它放在外面有些有人路过就会问一下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螃蟹拌掉了 这个阿姨鼓的龙嘛也是鱼巴在家里面鼓的那个螃蟹 那这里的螃蟹就是它用龙鼓上来的 我们现在带大家去其他的地方去完一个 阿姨走了啊 这个就是我平时晒鱼干的那个鱼网 都是放在家里面前面的地方晒 我们平时的鱼罢的不够卖给大家那些鱼干 我们都会老村里面的阿姨 她会提供一些点我们 让大家提供鱼干都一定要放心 走了我带大家再到前面去猜一下 然后这个有点像那个软虾 刚刚脱完壳的那个 这个就是鱼干啊 小鱼给大家的那个鱼干 是和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看可以看得出来啊 我们村里面很多那些阿姨都晒了这些鱼干 这个就是鱼仔干 每一个都很明显自己摆在网上面去晒的 大家看得到吗 这个鱼仔干很干的特别干 这个是海鲁 你看这是鱼鱼干 这个就是小鱼干 给大家看 这个是鱼 这个是鱼鱼 这个是鱼鱼 哇这个鱼很漂亮啊 给大家看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子的鱼鱼干了 大家看自己家家户部啊 都是妇女老人在自己家门前带的鱼竿 然后买在这里卖的 然后那边有一条蚝壳墙 我等下大家去看一下 大家看这一堵墙 全部都是用蚝壳做成的墙 这堵墙听村里面的阿孙说有好几百年 运行有是什么年代的 听说是明朝时候的 运行有多少年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小鱼 记得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